小野呢 爷今天给你做个西式早餐煎蛋饼 它既有奶香味 还有果香味 孩子们可愿吃啊 我是啥子 我先来 单纯是个大人 也干不出这事了 我太难了 开搞 撒个地带 我们加点面粉 这个面粉干也就是这些 快要半碗了 三个鸡蛋三十克 一个鸡蛋就大约十克 先慢慢的搅 有三十克吗 差不多 西餐的早餐的 叫煎蛋饼 偶尔这个饮食上得家换啊 口味啊 中餐的煎蛋就是能里面煎 我们西餐讲究呢 清煎蛋 再就是蛋饼肉包子 红橙煎蛋 早餐卖这个 早餐 都是早餐 这个一定能把它搅成没有嘎的 谁也有粉丝问你 为什么哈尔滨 这个当年接待了这么多国宴 因为48年呢 是哈尔滨的这个解放的大城市 50年包主席来视察哈尔滨 提出来 学习奋斗 才提字了 而且呢 称为共和国的长子 这个是称呼呢 是主席给说出来的 有这个概念哈 对 哈尔滨呢 就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之一 所以说呢 这个那个阶段呢 这个来中国访问的这些 这个各国的元首呢 基本上安排呢 不让他来哈尔滨来视察 在北方大厦 那时候在北方大厦呢 所以说那个阶段 接待各国的元首是最多的 所以说呢 哈尔滨呢 这个搞这个国宴 北方大厦 也是非常出名的 那个时候哈尔滨 有很多这个工业是吧 三大动力路 三大动力 这个再就是啥呢 哈飞 现在过去就叫米饮厂 这个 还有哈工程是吧 这个哈工程呢 叫军事工程学院 后改的哈工程 哈尔滨当年 据我所知 就是当年很繁华的全部 工业 经济啊 非常繁华 非常繁华 所以说那个时候 去咱们来这边 就像你说的 在考察的特别多 特别多 外国政要啊 那个阶段就是 北方大厦接待的这个各国元首 那是非常多 所以说国宴 就在那边 因为有的粉丝问你 国宴为什么在这 应该国宴应该是在北京啊 是吧 对 因为那个阶段呢 它是有实在背景的 对 所以说呢 外国元首来的多 那国宴肯定就是搞的次数就多 对 那个时候咱们这块的国宴 你们的北方大厦国宴 也包括这个俄式西餐 对 我们那个国宴呢 都是中西合璧 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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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呢 我们那时候创的什么 有这个嬴冰宴 飞龙宴 三枝野味宴 各种宴会 这个都是对这些 各国这个 国家元首的这个国宴的菜单 这个标准啊 对 我看我看书里 还有飞龙宴 对 红鱼宴 全鱼宴都有 全鱼宴都有 好了 搅到这种程度 看见没有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说我们兑牛奶 纯牛奶啊 哎 牛奶不能一次性搁 半碗这个呢 一百克 一百克左右 这个都搁进去啊 好嘞 一次给它搅开啊 搅均匀 煎蛋饼啊 我们是迎接这个外宾的早餐呢 必上的一个品种 啊 好嘞 搅拖了 平底锅烧热 给它磨点油 把一勺 往里面去放 哎 晃动啊 对 尽量平整是吧 哎 让它均匀 对 像摊蛋皮似的吧 对 跟摊蛋皮一样 中摊摊蛋皮一样 对 中火就行吧 对 凝固了 嗯 它不动了 嗯 再烧烧烙烙一半 哎 哎 好坏啊 对 翻呢 手翻呢 手翻 哎 很好熟啊 好熟 好 好 倒盆的啊 可以 它好这蛋饼我们给它抹上果酱 草莓果酱啊 这是草莓果酱 咱之前也有分享啊 咱们做过 这草莓果酱咱们做过 蓝莓的也可以吧 可以 这果酱呢 一定要抹一半 均匀的抹一半啊 一半就行 对 折过来 折过来 再折过来 这什么香 再折过来 三角香 还得煎一遍啊 煎一遍就直接上出来 这安慰的啊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啊 我来两个 你来三个就不管了 也是俄制传统呗 对 这是小火 小火 煎稍微上点色一些 它边上的 一热果酱就蛮老外溢 主要是煎上色的口感 这种颜色就行 两面都煎 两面煎 好了这张 好嘞 也就是一面煎三十秒啊 对 刷上锅是吧 要不然它火酱就容易糊是吧 是 就这个摆上就行了 这个呢是一人一个 一个人一个小盘啊 我倒擦一吃 早餐啊 早餐啊 早餐 嗯 这个煎蛋饼啊 一定要注意这三点 一呢是比例要早好 面粉牛奶鸡蛋这个比例要早好 最要紧的就是牛奶 牛奶不能太多 太多是吧 不能太多 第二个呢 是火候 这个火候呢 你要煎大了呢 就是上颜色太重了 也影响口感 感光也不好 第三点 就是我要是煎完一个呢 最好把锅清洗干净 要不呢 再煎它就是煎第二个的时候 就有点上色太厉害了 就糊化了 这果酱一煎的时候呢 它果酱就化了 就能躺出点来 其实就让它蘸着那个果酱吃 哎呀OK 关注老眼睛 每日烟果季